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首先从卫星图上来看 目前整个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 不过短期内对台湾天气仍然不会有影响 明天主要受到偏东风带来水气影响 整个东半部局部短暂正雨 而西半部大致还是倾道多云 从温度方面来看 因为整个东半部是云多降雨 所以高温普遍是32度左右 对于整个西半部来说 高温普遍就是34到36度 特别受到偏东风沉降的影响 在桃园新竹一带甚至可能会来到37度以上 外出务必要留意这个极端高温的影响 在降雨方面因为偏东风带来一些水气 整个东半部地区从今晚一直到明天 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短暂正雨出现 甚至雨势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 对于整个西半部大致都还是多云道晴 午后只有在局部地区会有一些短暂正雨的出现 而且在明天晚上整个水气又会再增多 除了东半部雨势增加 北部地区开始也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最后提醒大家 明天高温普遍还是有到西半部34到36度 要留意这个极端高温的出现 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 而降雨方面大致是冬雨西晴 晚上整体的水气又会再更多一些 而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达引绿岛 金门预估是有8到9级的强阵风 也还有活动请多加留意 以上资料由中阳气象书提供